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曾滋文在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中报告 6月10日到19日举办为期10天的城市博览会 总共吸引了101万人次参访 见证山海荣光翻新城市印象 城市博览会应该是可以说是疫情趋缓后全国第一个大型的活动 那这个大型的活动的效益也超乎我们的预期 那第二个部分呢大家关心的参访人数 我们经过我们的估计是超过101万人次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在效益的部分 我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个我想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达成的一个品牌的效益 那也是我们基隆市整个城市印象的整个彻底的反转跟提升 那第二个呢在广告效益的部分呢 也让我们基隆的能见度提升了 那整个跟讨论度的部分也大幅的提升 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提升了整个基隆市民的自信心跟光荣感 那大家以这个城市为荣 许多议员都给予市政府团队高度肯定 市府是不是能够将这个我们这个整体报告内容啊 是看是不是可以上到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网站里面 那包含不管是魅力基隆 还是各我们相关局处的官网 或是市长的YouChange的脸书 或者是我们各区图的FB上面 让民众也看到说我们这全部 这十天来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让这十天来可能因为疫情 可能因为都要考虑没有办法到我们这个展区来参观的这个民众 可以透过这个文字的影片或是影像看到这一个 那也让有玩过的民众可以来再次的一个回味 整个整体来说前几天前段时间 我在海洋广场参加了一个这个我们聚垃圾一组 重金属传统重金属音乐的这个展演跟表演 在那里的感受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基隆港如此的漂亮 什么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家乡感受这么的舒服 旁边是国门广场 另外一边是邮轮广场 整个海岸线水岸城市打开 我觉得不管如何 这都对市政府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肯定 那么不是说只有一个活动 不是说只有一个活动 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什么策展 事实上是说 而且整个改变我们基隆市整个空间的提高 跟创造一个新的希望 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硬的预算这件事情上 台北市的这个议会 才在讲 他们已经花了一千两百万在宣传上 我们基隆市城市博览会 整个城市博览会 也才不够花了三千五 是他们已经是台北市现在宣传费用 现在台北市宣传费用 已经是我们整体的预算三分之一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光是基隆市城市的行销 就已经一波荡漾一直到现在 不过也有议员们要求市政府检讨真正的商业效益 何在展区展场后续如何使用 以及展览的艺术品是否能够继续展出呢 在这些报告里面没有很详尽的去报告这些事情 包括我们一些检讨的部分 包括我们交通道路的负荷 这一次有没有去检讨 包括我们的停车空间的不足 是不是有去检讨 包括我们公共运输 应该如何再去优化的这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一次展览之后 来去做检讨这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的是 就一会大楼如果这么多的人来参观 会带动起来 我想问一下 你招商现在招到了吗 有人来询问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垮垮而谈的 所谓的人数 所谓的被看见 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数据而已 他没有办法代表基隆的未来的希望 官销处你报告了说 一百万人次 我不晓得这个人次 你如何去统计的 那基本上了解 这次都有十天 好不容易因为疫情关系一直延到现在 前五前三天 我收集的资料大概一天到五万 那后面的话 可能在两万左右 人数啊 在左右或是更少 因为救建物 毕竟在过去几十年前 甚至上百年的思维 并没有现在对环境这么重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更多 能够对环境好 比如说步行的地方 乘两的地方 树荫的地方 来弥补这些救建物 所消耗的能量 也在这边提出来 让在陈博会之后 给大家来做思考 针对这件事情 我认为陈博会现在在经费上 从经费的角度来看 是一值千金 从交通的角度来看 是人扬马翻 从效益的角度来看 是自铺其短 基本上就是这三句话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谈 现在目前在陈博会的预算 我们编列的是三千五百万 我们当然知道 有很多市府的基础建设 跟硬体建设同步在进行 但是到底直接间接相关的花费 是多少 这件事情在今天官销处的报告当中 其实完全没有提到 我们今天是议员 我们是议会不是来听成果报告而已 不是来听成果发表 我们是要来进行市政审查 我想问的事情是说 其实以这十天活动来说 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人潮 最后他除了为基隆点缀了一个十天的热闹的气氛之外 他这些数字为基隆留下了什么 就是到底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为基隆会留下了什么未来 出名的雕刻上去以后 第一个让人家感受到的 穿西装打领带拿雨伞 又脱皮箱 就是我们基隆人的感受 又去哪里要去游轮坐游轮 让这种感受永远会存在 这么有名的作品 如果能够长期放在我们基隆 这个国门广场 也要认为一个这一头佳剂 我想对基隆的观感 还有打卡的地方会更好 而包括新冠肺炎确诊 还在隔离中的市议员郑文婷 陈怡以及副议长林沛祥三个人 也申请线上视讯 一起参加监督市政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